这次我们找买股评人的Jason和我们一起分析 Hello Jason Hello Jason 刚才赵述一个字 敬 你形容这个港股 的确是否可以继续连续升势 我们1月2日回来开市 那天差不多升600点 500加几点 第二天我预望日点轻微的回调 但它冲一轮再回调一下 但仍然是升 第三天又是这样 第四天上星期五又是这样 一定要上升七十几点 本来升十几二十点 你轻轻跌百多点 没人说你不对 为什么他完全不肯给负数出来 给阴烛或有阴烛 但问题是为什么不是跌的 四天过去四天 那么强势 大家知道投放得 希望每天都会上升 但当然我认为升到三万一附近 的确有一定的获利盘 有机会慢慢出现 但为什么新一个年度 开始市场这么厉害 当然我觉得来自内地方面 有一些双重消息 与临时降准 或者启动定向降准 资金再次回流回股市 其实之前也提过 新一个季度 相信内地股市是可以 赖领着港股上去 上升就升了 但其实上证到三千四附近 这个难关又比较难搞少少 因为其实三千四 其实几次或者去年 都是主要的阻力位 要停一停 港股我觉得都有机会 因此大家同步地休息一休息 其实我认为与内地方面三千四 其实大家都会在这些位置休息 休息不代表这些位置就玩完了 其实会有一个整固 整固完之后 我觉得会走得更加漂亮 但当然整固了 或者调整的时候 大家是有没有信心去再买货 三万一很快到 因为最新升幅到过百点 最新价已经在做三万零九百一十七点 差几次点已经是三万一 我们来到三万一这里 很快就会到这个位置 很快就会到这个位置 但现在暂时看着三万一这个目标 看看是否会到 但开市之前 其实我们也跟进了大行的报告 看表现 高盛很明显对区内仍然乐观 他比三万二 看恒指年底的目标 现在他做了一个指标 以盈利增长作为指标的简股名单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名单 就是北水流入作为一个指标 盈利增长作为指标 近几个月 你看到北水都持续显著 去买一些股份 但看上去 其实你看到这个盈利增长 很难选择 各行各业都有 中兴也有 金贸也有 州黑鸭也有 如果用这个指标 来看这些股份的时候 其实都比较 风险比较高 未必真的捉得到 北水何时离何时离 会不会这样 我想大家应该考验 大家持货的耐性 因为始终 你说北水买的 其实北水上年方面 有几个很成功的例子 给大家看见之后 其实可以容易吸引到北水来看 本港方面的购货 上年腾讯这么大赤 就升足全年 其实你说其他来说 好像你说建议四条三 1.18元 真的由四元就炒到三十元 其实你很容易 或者一些基金经理 在内地找到北水 来本港方面炒股 所以你说 震荡 大家在所难不一定会震 但其实之前都是 有一股叫买肝的一个力量 因为其实你很多 内地北水 其实你这么久以来都知道 很多都是白亚人号 那些股值上 大家在内地方面 的确是持货比较多 持货多自然有它的滑水 的一个能力的话 其实越买越干 所以你说 现在你说北水方面 下来扣货的意欲 其实我觉得就 未必会说 一日内全部爆炸 但其实持续地买 其实就算你说吉利也好 其实持续地这样做的话 的确是股值上 是会慢慢地提升 现在刚才有 比较多的一些不同的 企业来看 我想大家要留意着 北水方面 若果持续有那支资金正流入 真是无辜的话 其实不妨 大家一起跟注一些注码 好 这就看着北水的炒作 北水是焦点之一 焦点之一 另外刚才我们也说了 有一个华泰政券 开局以来 其实内地的券商股 是不是都属于 必追的股份系列之一 你见到它去年 相对比较落后一点 又追不追得过呢 跟这个报告 我认为券商比基建更惨 更惨 对 很多基建 2015大时代低潮时 真是惨得绝 现在更惨 之前在2017年时 市场在抽上的时候 他们继续打进去 当然大家都知道 内地的金融收紧监管力度 其实比较到位 大家正在就命地做 但当然你说内地的股市 今次如果真正正正突破3,400 站好楼上 我相信券商股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爆发 因为始终今年 MSCI会纳入内地 相关这些政策都是偏向好 还有唯一一样东西就是便宜 你见到便宜的话 跌穿52周低位 就叫止蚀 我觉得大家的风险度 就不会太高 持住我也是可以 你说拨反弹 少住 投放下去是可以 但当然不见 大家重住 因为如果重住 你说便宜的话 去年也很便宜 但便宜到底位 仍未反弹 要等待政策 或者内地股市松绑 我觉得可以少住在券商股身上 另外今早有一个板块 都移动 就是中置航空航 你见到几只 都起飞了一段时间 今早再飞高一点 例如你看看国航 现在都升至7% 高位见过10.9%这些水平 现在说内地可能找到更多航线 可以调整价格 你看看加价格 这件事是否真的这么大憧憬 其实这件事我认为上年 接近10月底11月的时候 市场方面已是炒作的一个主题 其实你炒了一个多两个月之后 有一些偏向正 一个好像落实的消息 今天来说我认为 我想升多日 大家都知息而走 走货 或者今天这些位置都可以先减榜 因为其实你这个消息 之前炒了不少 股价类的升了不少的话 其实好消息 我觉得可以考虑先食股 或者最少可能减一半货 因为你看到图 那个图形就是完全跑突了行刺一段距离 金强经的话 更裂口性 是的 因为这个消息刚才提及 两个月前大家都知道 正式公布的话 会否有一个好消息沽货 我觉得可以沽完之后 落下天线再吸引我都不知道 现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春云已经开始了 对了 炒了这些因素是否有 还有人民币 人民币升了 但油价 油价 现在怎样看各项的因素 对这个版画的影响 春云是否最直接 最短期大家可以见到 因为高铁 那些汽车 应付不了 当然要坐飞机 但这也是一个季节性的 因素 因为去年前年都有春云 其实你按年的基数 你不会改变 刚才Hiley 所说的路线整个 是 整个航线 对了 不过你可知 冲上去的时候 这个加价预期 完全掩盖油价上升这个因素 因为三家航空公司 都没有做燃油对冲 所以油价上来 其实你看看 有多少能够成功转价给消费者 如果你说油价上来 可以转价 那就可以了 但如果油价上升到100 那你可否转介给一些旅客 这件事我觉得有少少危险 这三只飞机都是焦点 好像啤酒 啤酒在冬天 那些啤酒股 是冬天才升 刚刚出过加价 冬天才是加价 啤酒又是 这个玩快 看着究竟可以飞到多高 焦点 刚才我听到Jason说 这样一位不如食糊 减轻一点 这个板块的操作就是这样 大家考虑 另一个除了倒股之外 也要谈谈内房 因为突然间 你见到今早内房都移动 包括今早Jason 你都推了一只碧桂圆 升房 现在升9% 另外其他内房全部移动 你见到恒大也升4% 突然间 为何对于这个板块 又来移动 都启动了一段时间 再来 辽合肥南京 那些都说放宽 万务限制 是的 我想就是资金持续地 因为那些二三线 那些不是一线城市 那些都放宽 这些是最多的 内房 我觉得是现在持续地滚动 其实有两个指标 有个指标就是688和109 其实上年炒内房 含含声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升过 但这一转其实在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前 内地方面就有个叫租赁市场 要做得更大 其实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其实主力或者我们叫做十大内房 我相信会更加之受惠 那当然今早推过碧桂圆 应该就未必买得到的了 因为今天都上了十七个多 都快到目标 但是你说整体上 那个发展的方向 这段大家都比较大的憧憬 还有其实之前来说 在差不多十月开始 大家经过了两个月的整顾期 当时我都偏向大家要审慎 因为内房政策正在偏紧 但是多条血路给大家选择 可以做租赁市场的话 偏向我觉得 现在大家可以买一些大值的内房 因为始终大值内房在租赁市场的发展的 规模或者潜力都比较大 所以现在来说内房 小只的当然可能叫做短炒 但是大只的可能688、109 我觉得这些水平 都可以考虑做一些中线吸纳 都仍有一定空间 但是是否相对 因为他们都落后一些 例如你见到恒大 又或者碧桂圆 其他世贸等等 118这些 升上去 现在再飙多一阵的时候 追是不是都很难 都是找一些落后的 是的 尤其是你说之前十大内房 其实688、109上榜的 1918或者4条3都在榜上 但是你说负债比率比较上高 当然你说4条3做了永续债 令到负债比率降低了 但其实都是禁止了 会不会有些 未来方面 当然你说大家投资者 在去年 刚才也提过 恒大或者融创 都可以由4个多3元 炒到上30多元 其实你说688内房 内地方面 怎会不会不懂呢 有没有一定的反驳空间给大家 若是触碰到的一些股份 我觉得可以有更强的上升动力 因为始终 已经是启动了上升的力量 其实那个潜力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衷敬 还有之前 刚才杰盈都问 那个市盈率 仍然是偏低的 那两只都 其实我觉得 都可以值得持有着 那个风险就 当然股票是一定的风险 但相对其他一些 要负债比较高的内房 其实 大隻的 我觉得在风险上 反而更安全一点 就按了吗 这下 clusters 我 氮 我们